我现在要讲一下双头液体冠冲机的使用教程 我们先插上电源 然后我们可以先把这两个支架安装好 我们要是安装好了 然后我们就打开这个电源 打开电源之后我们就可以插 套上这个出料管 这个是出料管 然后这个出料头 我们配了有两个 一个是6的 一个是4的 然后我们就扣上去 出料管是扣在上面 然后扣上去 我们就可以扣在上面 它上面就可以锁紧 锁紧 然后这个 这个是藏 藏的是那个 进料管 然后把它就放到要灌的 内部里面 然后扣到下面去 然后押到下面去 然后都可以扣在下面去 然后就可以扣一下这些精力 然后扣在上面 然后现在就可以夹一下这些精力 还有筋译 然后就可以了可以夹一下这些筋译 这个贯中时间的这个设置点一下 它就是会设置它的长短时间的 你可以向左向就往右移 像是这个是增加 是1到9的 这个等待时间也是一样的 就是等待时间就是说 它贯中时间贯完 又是贯完一秒 你要等到它一秒之后 它就到下一次贯中时间 然后这个设置也是跟上面那个一样的 都是1到9 然后这个是技术器 贯中一次就跳一下 然后现在就按自动开一下 现在按自动它这里是关闭了 关闭了它就不会挂 我现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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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